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羽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2022年修赛7颗补强的11打中锋人选 那么是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指证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今年的修赛7虽然的确比起过往 是没有那么多的大咖球星 但期待子依然还是有的 因为今年的自由球员市场上 优质进区人选还是蛮多的 尤其像是独行侠 马斯队 黄蜂队 甚至是胡人队 其实今年对于进区的补强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会比往年更积极 虽然现在聊这个是有点早 但也不妨让我们来简单看看 今年自由球员市场上 有哪些进区的球员或许是你支持的球队 最终会尝试追逐的人选 整理出来的11个人选 其中包含受限制自由球员 完全自由球员 球队选项和球员选项的球员 然后Rudy Gobert的部分 他的合同是到25-26赛季 2026年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但考虑目前是有相当多的传闻 而且也是进区的球员 所以最后也会顺便简单聊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人选 那就是Javal McGee 34岁的他本季在太阳队 我自己来看是觉得 比起过往的两三个赛季要打得好多了 太阳队本季在最终第一座总冠军的旅程中 Javal McGee为太阳队带来了 一定程度的身体数值提升 是太阳队本季打得这么好很重要的一部分 并且三座NBA总冠军 同时也是奥运会金牌得主 Javal McGee是知道如何赢球的 因此本季合约即将结束的他 如果有球队想补一个第二阵王的中锋 那么Javal McGee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 接着第二位就是狼王队的Nicholas Claxton 今年23岁升高6-11的他 本季打完将会是受限制自由球员 20岁进入联盟 Nicholas Claxton便展现出了合格的能力 表现出于打一支球队的所发 但在狼王的三个赛季中 他仅仅是打了20次首发而已 其中21-22赛季19次首发 20-21赛季一次首发 19-20赛季没有打过首发 而本季狼王队的5号位 其实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个位置 原以为Steve Nashley大幅度增加 Nicholas Claxton的上场时间 不过随着Kerry Irving的各种状况 加上James Haddon最后的出走 以及交易回来的球员而导致的阵容调整 这些都为本季Nicholas Claxton的成长 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修赛期他成为受限制自由权的情况会相当有意思 因为其实季中教育大线狼王队是曾经把他摆上货架的 但我自己的看法狼王队没意外是会尽最大的努力继续留下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就要提到我们的第三个人选 那就是Andre Drummond 很明显Andre Drummond并没有打算长留狼王队 这名在联盟打滚了10年的老将 本季在狼王初赛23场比赛 长军能有11.8分10.3篮板 而为什么说Andre Drummond并没有打算在狼王队长时间继续打球的想法呢 是因为在交易大线以后 刚来到球队不久他并有表示狼王队需要继续留下Nikolas Claxton 因为他在打完了这个赛季以后便会离开 这个消息不仅仅确认了狼王队需要尽最大的可能继续留下Nikolas Claxton 同时也确认了Andre Drummond将会是以完全自由权的身份进入休赛期 因此相比于期待补进狼王队的Nikolas Claxton 我是觉得Andre Drummond的机会相对更大一些 那么第四位人选就是尼克队的Mitchell Robinson 在接近交易大线的时候 其实有消息称多支球队都对Mitchell Robinson感兴趣 考虑他和球队的状况 尼克队最终没有交易他 也就意味着打完这个赛季以后 Mitchell Robinson就会是完全自由球员了 到这个时候 其实有相当多尼克队的球迷感到不满 主要还是在于担心万一 Mitchell Robinson最终选择加盟其他球队 那么他们就会白白失去这名防守能力极佳的中锋 我自己的看法尼克对球迷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尤其证明24岁的中锋还如此年轻 虽然并没有外线能力 但他拦下的把握度和护框能力 的确算是联盟前段般的水准 本季76.1%的命中率足以说明 另外像是功能和活塞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并且修赛其实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球队 都投入到这场争斗Mitchell Robinson的强人大战之中 而根据目前看到的消息 Mitchell Robinson应该是会追求一张大约1000万到1100万美元的合约 也就意味着他下一张合约纪录可能是一张三年3300万美元的合同 这样的金额老实说很多球队都做得到 我私心是希望马赤、宫牛和独行侠可以尝试追逐一下吧 来到第五位人选那就是Lukar Donchich 他最喜欢抓出来打的Zubox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Zubox会有这样的影响 但以马归一马Zubox每一个赛季都至少会有小幅度的进步和成长 尤其是篮板的部分 他不仅是很为强篮板 同时终结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进攻端五一能挑的问题应该就是大部分中锋所面对的 也就是缺乏投射能力 不过他的罚球命中率是有72.7% 所以更确切来说他应该是缺乏在比赛回合中的投射能力 作为快艇队的首发中锋 本季长军比起过往是进步至10.3分8.5篮板 本季打完以后球队将握有球队选项 如果球队是希望再留下他一年 那么球队是可以选择以750万美元的薪资把他带回来一年 但如果是希望长期留下他 那么球队理论上是可以给他开出更高薪资延长他的合同 因此考虑快艇队的状况还是球队选项 我是觉得要强调他的机会不一太高就是了 我们直接来看下一位也就是第六位人选 Montrasero 由于是完全自由球员 所以基本上只要报价是合适的 我相信强调Montrasero问题都不一太大 Montrasero证明球员功能和缺点是相当明显的 相对于防守端 他场上更大的价值或许可以在进入端更明显的体现出来 根据现在看到的消息 Montrasero极大可能是希望在自由球员市场 寻找一份大约是一年至少600万左右的薪资 可能有群维会说Montrasero之前的合同一年薪资都有900万 现在怎么可能会愿意只拿到600万的薪资呢 我自己的看法这个还是蛮有可能的 首先就是他的身价目前并不是在最佳的状态 同时接连被交易也确实证明了他这样属性的球员 在场上是需要做出取舍的 还是我自己的看法 他接下来寻求的一年600万左右的薪资 也就是差不多一个中产特例 其实想要补尽二振火力 或是想要找个待班的首发中锋 这个还是比较值得入手的一个人选 而且一个非常加分的地方是 Montrasero打球的能量是非常鼓舞队友的心态的 考虑已经是28岁的年龄 在年轻的球队甚至都可以扮演老将的角色 不过我是觉得他应该不一签太长的合约就是了 毕竟他在生涯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还是在倾向居住合同的时候 第七位就是魔术队的Mobamba 打完这个赛子以后将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虽然他作为2018年第六孙域被选中的球员确实天赋值得期待 但在魔术队他却没有很多表现的机会 当然部分的原因可以归咎于这名年轻中风的身上 比如他打球的心态和拼劲 但我自己的看法 魔术队教练团队轮体的安排是需要负上部分的责任 同时无可避免的伤病问题也是部分原因 但毫无疑问的是 即使有被勾病的部分 但Mobamba每一年还是在进步 本期长却能有10.6分8.1篮板 所以如果有趣率想要得到Mobamba 难度还是有的 但他2米13的身高加上2米39的B站 真的还是蛮诱人的 下一位就是Bobby Potis 本期打完以后下一个赛季是握有球员选项 我先直接说结论 我是很难想象 目前这样的Bobby Potis是想要离开熊鹿队啦 尤其目前以字母哥Chris Middleton和Joe Holiday为核心的熊鹿队 有Bobby Potis这样的路概真的相当重要的 但我相信应该有相当多的球队 都希望可以补禁这名优质常人 这几个赛季Bobby Potis已经证明了 自己是联盟中外线能力最好的大个子球员之一 过去的四个赛季 他的三分命中率是38.9% 35.8% 47.1%和39.3% 上个赛季刚拿下的NBA总冠军 本季同时也是Bobby Potis生涯表现最好的一年 初赛72场 他能有14.6分 7.1篮板的数据 所以本季打完以后 他是不是会选择跳出合约金 而争取一份更大的合同 这个是我们可以关注的部分 那么来到第9位那就是托荒者队的Nerkich 本季打完以后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虽然如此 目前大部分业内人士都普遍看好Nerkich 和托荒者最终可以达成共识签下新合同 游戏教育大线的操作 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三点 第一就是托荒者后的Josh Hart 侧翼防守端的部分是一个提升 第二Nerkich没有被送走 意味着托荒者希望长期留下他 第三送出CJ McCollum所清除的薪资空间 应该是为了跟Anthony Simons换合约的 所以这么看着 相信大家就能看出 托荒者其实还是希望在Demaila能打的时候 再去拼做总冠军 也就是说托荒者一定会想办法留下Nerkich 先不论他和Demaila的关系很亲密什么的 但就场上的能力 他是可以很大程度帮助球队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知道如何与Demaila打球 Nerkich本季场均能有15分11篮板 场上除了Demaila和其他队友也相处得非常好 唯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伤病隐患 所以不管是托荒者或是薛赛希想要尝试追逐他的球队 他的伤病隐患势必须是需要考量的 但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能力绝对是首发水平 只要能保持健康 他一定会是任何球队都很重要的进去战力 第十位那就是Jalen Smith 由于球队在去年1月11日拒绝执行球队拳下 因此本季导案他将会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这名年轻的空间形中空其实真的蛮可惜的 由于四次打不出伸手因此太阳队 把他加上一个2022次轮线 叫一只六马队以换取Tory Craig 不过没想到来到六马队以后 Jalen Smith居然表现打出来了 为六马队出赛22场能有场局是3.4分7.6篮板 而这样的好表现使得六马队要想留下他 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因为六马队能给他的真的不多 不过如果想想拒绝了球队选项的是太阳队 而并非六马队 六马队还是有机会重新签下他的 但我自己的看法考虑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潜力和期待值 这名六尺时215磅的22岁年轻中锋 理论上是可以得到一份更大的合同 所以如果有想补强年轻中锋的人选 我相信Jalen Smith应该是可以考虑的对象之一 那么最后一位也就是第11位 就是大家知道的D'Andre Ayton 他的部分是受限制自由球员 D'Andre Ayton应该是今天这个名单里 我相信最多球队感兴趣的球员 因为作为大个子球员的他 他不仅有倍身担担的能力 同时党才顺下以外 由于还有中距离能力 还同时可以打pick and pop 另外吃饼防守发球都还是可以的 唯独外线能力目前是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不过比赛中也是有看到他在外线出手了 另外去年打进总冠军赛 本季季后赛持续打出了表现 大赛经验他也已经在累积的过程中了 基本上这个描述无论到哪支球队 5号位基本上都会是一大提升 但问题并不是在D'Andre Ayton想要立队 而是出现在他想要顶星 而太阳队还在考虑当中 换句话说 如果太阳队肯给顶星那么急于他现在这样的状况 他是不会想离开球队的 所以对于想要补禁D'Andre Ayton的球队 重点应该是侧重观察他与太阳队在弹劾U的进度和结果 然后再来考虑手上的筹码是否能换到 毕竟他是受限制自由球员 而且我相信太阳队的要价应该不太低就是了 而D'Andre Ayton 目前是有看到消息是马刺 独行箱和火赛都对他表达出了强烈的兴趣 并且这三支球队都有足够的筹码能换到他 其他比如像是胡人猛龙快艇公牛这些船我是觉得看看就好了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Rudy Gobert 虽然有合约 但是同样也是一名球队可以尝试补强的人选 因为根据现在的消息 Rudy Gobert和Donovan Mitchell的关系已经是非常糟糕 并且是处于一种有我没他的状态 所以这个情况和那时候我们聊绿山君要不要拆双碳花不同 因为绿山君的双碳花是还能继续合作 且愿意继续合作 但绝世这两位就不同了 主要的矛盾点在于Donovan Mitchell认为Rudy Gobert 作为球队的资助贡献的不够多 而Rudy Gobert认为他的表现非常稳定且有进步 但Donovan Mitchell防守端的表现是球队的累赘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可以讨论的是 Donovan Mitchell和Rudy Gobert 爵士队应该交易谁 因为目前在不能确定应该交易谁的情况 是我看到比如尼克想追Donovan Mitchell 读情下想追Rudy Gobert这样的传闻 那我自己的看法 留Donovan Mitchell送走Rudy Gobert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的 最主要是可取代性的部分来说 必须Donovan Mitchell 要想取代Rudy Gobert这个会容易很多 因为过去聊爵士还是Rudy Gobert的时候我有提过 Rudy Gobert虽然防守端很重要 但他进攻端能做的真的非常有限 换个方式讲 这样说可能会得罪爵士球迷或是Rudy Gobert的球迷 但老实说如果换来一个呼唤能力好 可以吃饼的中锋 效果是不一差太多的 而且如果季后赛来看 虽然正负质方面Mitchell是扶39 但他季后赛场均接近24分 且他所遭受到的防守压力 确实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想法就是留Rudy Gobert 然后趁着Donovan Mitchell身家还可以的时候 交易者换回一些资产 除非Mitchell自己想走啦 不然我是很好奇 难道围绕Rudy Gobert舰队会比Donovan Mitchell来得容易吗 而且以中锋舰队不提中锋本身能力的要求 但还真的是有难度的 所以接下来我是相信 关于交易来Rudy Gobert的传闻和交易方案 是会越来越多 策码的部分到时候我们再具体聊 无论如何 本期影片还是希望大家能理解Rudy Gobert 也已经是市场上可以补强的中锋人选之一就行 那么大致上就整理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以上这些球员 谁在下一个赛季会披上新球队的战袍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出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